三重区五华国小导师陈中龄 为了让班上学生留下美好的记录 让孩子们从两年来的同诗创作选出两手 再搭配自己的绘画创作 出版了一本诗画集 同诗水果摊 看起来相当精美的童话集 里面不管是同诗还是绘画 全部都是三重区五华国小陈中龄导师班学生的创作 现在出版成同诗水果摊成为美好的记录 因为我们从三年级开始就开始撰写同诗了 前前后大概每一位小朋友撰写大约20篇的同诗 我们从这当中每一位小朋友选最精彩的两篇 集结成这本同诗水果摊 当初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发想 主要就是希望学生在这两年 三年级到四年级期间有一个美好的回忆 希望他们在这撰写同诗的过程当中留下一个美好的故事 所以我们就出版了这本同诗水果摊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 学生从三年级到四年级陆陆续续创作出不少的同诗作品 为了出版这本书 孩子们挑出符合主题或是自己最爱的创作 再搭配自己画的图 有了这本让人骄傲的诗集 一个叫做下雨天 一个叫做肚子三不去 一个关于妈妈 一个关于云朵的故事 所以你们有二十几首为什么会特别喜欢这两首 因为老师觉得这两首最有童趣 觉得可以拥有一本自己的诗集是什么感觉 很开心 当初在写原本是主题要为水果 所以我就选了一篇是水果 然后一篇是在讲礼物清单的故事 为什么会特别选这两篇 就是觉得这两篇比较有诗意 那拥有自己的诗集是什么感觉 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吧 透过专业公司排版设计 让这一本虚化集不只是单纯的创作记录 更能彰显出孩子们的诗作 以及绘画的特色 也成了一本可以永久保存的会议 同吃水果摊赞 G9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导